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于显阳领着两个僧人 推动拖载燕碑的划车 屠服钻进台底 其实那块真碑便助力于台上 蒙着红丑 以带亲王和松井揭开 于显阳找准位置 锯开顶上木板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调换了师碑 朝香公纠燕为师碑揭幕时 将其与相片对照 继而发现立刻一处细小的破绽 松井恼羞成怒 下令封寺搜捕 危急时刻 秦子果断现身 将于显阳藏入松井的座驾尾乡 松井急于将朝香公纠燕送往医院 而于显阳则趁机逃出升天 秦子去个空隙 告知于显阳有重要情报 自己必须面见曾处男 于显阳称 长官现在阳城湖 我可以护你前往 于显阳继续藏在汽车里 待晚上秦子离开领事馆后 再会合脱身 秦子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问问 我能不能和旧燕王一起回国 我实在受不了晕传的滋味 这件事 你要去问旧燕王 他的行程 是由大本营来盯的 我怎么能月族带袍呢 好 知道了 秦子 至于你回国的事情 我们一会儿再说 对不起 打扰了 回应啊 你本事真的不小啊 居然能找上门来 没有谁是隐形的 只要他经过 就一定会留下盈分 爸 请 爸 老板 那个假老的领着一大帮人杀过来了 不是 我就要强裂了 不用 抢 不 你 我们 有个人 不是 你 有个人 那 我 有个人 我 有个人 我 我 有个人 我 有个人 我 有个人 我 啊 你 现在发布蒋卫园长的最新指示 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凡与敌王还自负于汉奸之留者 使国家之富患民族之玷污 当不惜一切代价居杀之 以张国法为我君民 今后更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 扑灭一切无耻汉奸 进而与敌人做双死战斗 苏州只为一得手 武汉立刻就有反应 看来我们这仗是彻底输了 科长阁下 我们必须把他们彻底铲除 绝不留情 科长 最近那个电台出现过吗 没有 不过 海军方面发来消息称 在杨城湖西南方向一公里处 发现大功率电台信号 杨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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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城湖 王 行败的 可顺利 还算妥当 只是 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恐怕 还要客展阁下出马 讲句话才行啊 麻烦 这么急着要回去吗 是啊 都出来这么久了 再不回去 上野的樱花都要凋谢了 骞子 实不相瞒 我的内心 还存着最后一些希望 如果九雁王能说服天皇陛下 让我继续留在中国 那么在我的有生之年 也许还能有所作为 甚至是大作为 好 好 坐 骞子 这次我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也许这一次 是我为大日本帝国 效力的最后一次机会 您 跟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 骞子 如果我能够继续留人的话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陪我 我 我 为什么 我 不瞒你说 南京战役之后 我的心情一直很糟糕 只有你的前生 让我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 你 司令官阁下 中国有句古话 良缘虽好 却非酒链之香 我想 还是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不会勉强你 这次 明天 要在寒山寺 举行交杯仪式 九燕王也会参加的 而且 他是这个仪式的主角 你想回去的事情 可以当面向他询问 既然是军方的活动 恐怕我不便参加吧 没有什么军方活动 不过是一般的仪式而已 对了 你不是 非常喜欢平潭吗 正好 我们请了一位明家 难道你不想 去好好的欣赏吗 我听说 你把那个前姑娘藏在家里是吧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什么不知道 赶紧回去给我放了 赶紧回去给我放了 柯总阁下 那是小人的家务司啊 你家的是他还是黄军的事啊 他明天要给黄军表演 这才是一等一的大事 是 我自己去办 你给我记住 明天你护送 新上任的谭会长 到寒山寺布置会长 之后留下来负责警卫工作 从今天到明天仪式结束之前 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我明白 胡书官 你是不是怕 我把那个前姑娘弄跑了 所以 你还蛮有情有欲的吧 你放心 我只是借前姑娘来用用 等用完之后 我还是会还给你的 好 不过 梅蝶的仪式对黄金来说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才看到有什么任何的麻烦 好 明白 明白 我 好 对了 那个前姑娘 老家是哪里的 好像是 杨森湖 观音庙 观音庙存的 所感 果然猜得没错 好 听者 一定要给我盯解了 是是是 演出一结束 我就把它送回去 送回去 好 是 阿元 阿元 无人官 从今往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了 还有 如果你再敢对我这样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哎呀 天上下雨地下流 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武队长 是吧 什么小两口 戴着敷眼镜 没想到还是个插把眼 师父 你 没受委屈吧 他敢 回来就好 大先生 我讲什么来着 这世界上 就没有我汤某救不出来的人 谢谢 你就别客气了 这个 明天出场的事 你放心吧 你唐大壮 严格有信 我万和轩 就应该演出必行 明天早上我就带着阿元去寒山寺 我们先走走台 好好好 走什么台呀 日本人要在寒山寺搞一个仪式 让我们去捧捧场 什么 给日本人捧场子 师父 我不管 要去你自己去吧 你看你 滕大壮好不容易把你给捞出来 这个人情 没关系没关系 我马上要去寒山寺去布置会场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好 就这样 再见 玉大哥 你没事吧 放心吧 一根头发都没少 他敢 心里没有点底 我能把你留在那里吗 大先生 还是你有办法 人不用出门 乖乖让吴润官 把人给我送回来 这叫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他贪大壮自己送上门来 那我们就将计究计吧 对了 师父 你还没说 我们去给日本人捧什么场子 杂场子还差不多 阿四 你去准备车 我们这就去汉三市 帮靖元大师把那块石碑 运走 没有了石碑 让日本人已是个屁去 什么题 大先生 你这不是一石二鸟啊 你是用个王把天给照上了 等着这个鸟往里钻哪 玉老爹 这钱姑娘也算一次啊 你这什么呀 阿元是凤凰 那凤凰也是鸟啊 再胡说把你嘴给堵上 吴润关那小子 他没气愤你吗 没有 让你在他们家待了那么长时间了 不怪我吧 好 我晓得 你肯定比我还要着急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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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就大大方方的讲啊 讲给大家听听 躲躲散散的干什么呀 老刀 谁可恶神啊 你讲什么呢 不用打理他 我跟你说正事 你老娘就 先把你和你爹记得阳城湖去 估计要长住一段时间 真的啊 那我爹答应了吗 答应了 就等你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我们就走了 太好了 我做梦都想回去 哎 四老刀 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嘛 哎 老刀可不能死 四老随便你去啊 哈哈 你们都办好了 快点 快点啊 上车 快 快一点 快点 走嘞走嘞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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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这么多鬼子 怎么鬼子 哎 玉大哥 我们走那边 走 哎 赶紧想别的办法吧 看样子来硬得不行啊 是啊 早晓得是这样 昨天晚上就应该先把石碑抢回来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 依我看 还不如先过了这个村 再早下一个店 你说半路打伏击啊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知道小鬼子车队的路线吗 就算你知道了 你能拦得住小鬼子车队吗 除非你有郭长官的队伍 还有机枪大炮手榴弹 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废话 你知道你讲的是废话吗 那你讲怎么办啊 我这不想着呢 想啊你 阿弥陀佛 好了两位 需要再为此口角一面上了何棋 实则 贫僧与朱弟子心意已决 纵然力所不及 也要誓死捍卫石碑 已是我佛门弟子 已以身护法 无不无畏之意 事已至此 劳身无异 大家都请回吧 无论结果如何 诸位 对我寒山寺的仗义元首之情 贫僧都敏感于心 竟愿在此 谢过了 贤医师父 贫僧尚有一事拜托 大师请讲 倘若是非真的被日本人抢去 那么就把你刻的那块竖在远处吧 背上多加这样几行字 民国二十七年春 僧人竟然互似不利 以致寒山寺师被真迹为日寇所录 凡我国人当以此为鉴 发愤自强 是我子孙后代 再勿为人所欺啊 大师 大师 你 你先别着急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是不是 这样 我先带人去看看 我也去 你 来来来来 都弄好啊 都放好 快点快点 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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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搭过去搭过去 好好好 就这样 好 你走 那边快点快一点 过来 我先来 这次竟然存在 是 比赛 在岁头上 在岁头上 你还要不得了 那边快点 就会了 封房子 在岁头上 这边 岁头上 岁头上 这里啊 阿弥陀佛 寺院兴亡 匹夫有责 小僧亦是寒山寺弟子 自然责乌庞大 难得你有此权权赤子之心 可你年纪尚小 还算不得匹夫 常德 师父 出家人四大皆空 本应无牵无挂 你若仍是心有恐惧 那就无需留下 你就带着 常光一道走吧 常德请尊法旨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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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师父 怎么救你们父女俩 余仙阳呢 他还在外面 说是查看形势 天哪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还在外面瞎转悠 别管他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 走 是啊 走 怎么 还留下来给日本唱谈会啊 无论管这个小子 你别以为他会改姓 看着吧 明天事情一了 他一定会把你关回去的 对 大县人说得对 我们得马上走 那我这就收拾行李 这种 阿弥陀佛 余施主 你可是吓了小僧一跳啊 你还吓了我一跳呢 讲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别提了 大师把我赶出来了 又给荆月大师捣乱了吗你 手里拿的什么呀 给我看看 那这干什么呀 不瞒你说 我打算悄悄地去把台柱子锯断 等明天小鬼子一上去就垮台 小和尚 胆子还挺大呀你 你没看见外面全是大鬼子和二鬼子 你过都过不去 怎么去啊 我有办法 从台底下钻进去 底下能钻进去 是啊 是啊 那台子差不多由我高 下面是空的 我之前就钻进去过 带我看看去 好 走 这就是我们那块碑 盯着点 来 有办法了 小和尚 要是把石碑拿回来 我让你当副主持 好吧 你别磨蹭了 赶紧跟我走人 去哪里啊 去哪里 去我那里 或者是你三嫂那里也行 总之 不能再待在这个汉三四 我不走 不走 放着天晴你不走 要等到刮风下雨才走啊 好戏还没有开锣 哪有自己先借场的道理啊 什么好戏 大先生 阿元 这小鬼子不是想听苏州平潭吗 那我们就给他露一手 让他也感受感受 领教领教 什么叫正宗的苏州平潭 等等 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有办法了 本来想今天晚上动手的 可一来呢 得花时间准备 时间来不及了 二来呢 小鬼子在台上转来转去 万一被发现了 反而误了大事 跟随 明天 你们在台上 我在台下 这一配合 这戏就算成了 你小子原来都想好了 这还得多谢小和尚 这是他的主意 我打算明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这小鬼子变个大戏法 就姑且叫他 狸猫换太子吧 你看你看 这里都已经布置好了 看看杯吧 过去 关注 火ulate 各位师傅 我们需要两个帮手 这两个帮手 一定要力气大 那会师碑 少说有四五百斤 台上台下的 还得敏捷稳当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阿弥陀佛 小僧练过少林识所功 八十斤的识所不在话下 那个诗碑可不止八十斤 挺沉的 我没别的长处 就是力气的 俺们村杀牛 四五百斤的时候 俺一个人就扛回家了 阿弥陀佛 那就你了 阿弥陀佛 这位小师傅 你 个子高 这样你帮我们把风 阿弥陀佛 那就这样定了 大师 你不用管别的 带着众师傅们站在台口 帮我们挡着点 小鬼子的视线就行 贫僧领命 大师 你可千万别这样说 你的长官在这里呢 可不是我 于师傅何处此言 师傅胆识过人 且计谋百出 单凭智勇双全这一点 就令平僧是佩服无比 所以 大大大大师 你可千万别夸我了 那这样 我们分头行事吧 两位师傅 我们先把流程走一走 在小鬼子面前变戏法 我们可得变得漂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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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生 你真是言而有信哪 说一早来就一早来 一点也不含糊 你唐大壮的事情 我赶不上心吗 恭喜你啊 我刚听说 你接替了吴老板 当了新会长了 老画家新官上任三把火 在这个时候 我就不想出你的眉头了 什么会长不会长呢 兄弟才输学浅 只是 勉力为之 勉力为之 你的口才是没话讲的 但是 你有这份胆量 我还真不知道 佩服 佩服 大先生 你又拿兄弟开玩笑了 是不是啊 兄弟呢 做过律师 官司大多了 这嘴皮子功夫 稍微有点而已 只是 这份胆量 不知从何讲起啊 你不晓得 什么 苏州城里有根一枝梅 拽杀鬼子和罕奸 不要忘了 你的前任吴老板 三百米之外一枪毙命 你真有胆量 换做我 死活也不敢借这份差事啊 阿元 阿元 你今天这身 可真漂亮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是哪里的花 我明白了 你是想等我演完冲 再把我关起来是吧 阿元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还忙着呢 阿元 来人 大哥 从现在开始 跟在前消遣 寸步不离 散 阿元 不错吧 尊敬的旧院王殿下 仪式已经准备好 可以入产了 嗯 秦王殿下 这就是汉山寺 是 是的 啊 是 啊 啊 嗯 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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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元法师出现今天的仪式吗 是的 毕竟他是本司祝旨 那好吧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是 这位是 是靖元法师 寒山寺的祝旨 我去和他说两句话 好的 靖元法师 别来无恙 阿弥陀佛 司令官阁下 你可知这无恙的样子何解 请法师不领赐讲 一转云 样者是人宠也 由善识人心 即使司令官阁下 垂问那 贫僧就不妨直言 借 倘 倘若 贵君能就此罢手 为我寒山寺留下这块尸碑 贫僧自然无恙心安 不知阁下可否答应贫僧所求 贫僧 是 贫僧自然无恙心安 不知 是 要是 贫僧自然 贫僧自然 他只有留在苏州的丰桥畔 才独具价值 而一旦离开了寒山寺 他充其量不过是一方石碑 一件文物而已 司令官阁下久居我国 熟悉中华文化 有何必做出这种烹琴主贺 大厦风景之事啊 尊敬的法师 我们日本有句俗语 用中国话说就是 尽人事而听天命 所以还请法师多多见谅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古来烧杀抢掠皆为人祸 何来天意之说 罢了 贫僧多言无意 那就为阁下念几句华言经吧 哦 我 息耳恭听 昔日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之 从身羽翼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小秋科长 小秋科长 我的执子就眠了 让这个仪式早点开始 早点结束吧 是 月来爱柴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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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押走好戏了 接下来 有请万赫轩先生 和钱曼元小姐 连妹献议 请大家掌声欢迎 掌声欢迎 谢谢 谢谢 来 今早这部桃花扇 讲的是 辐赦明氏 后方玉 和江南明记 李湘君的一段 离合之情 他们两个人 在那兵荒马乱之中 分手留都 又在腥风血雨中 相见于南京西侠山下 两个人久别冲逢 竟无半点急遇之情 环顾四周 却不知道 家在哪里 国在哪里 君在哪里 父在哪里 可书 和 这 他 说 下紅色 千葉高度 他指使罕奸杨文龙威胁李湘君 要他出卖反亲一事 他对李湘君说 假如你不答应 我们就陷害 侯朝宗 李湘君听罢 不假思索 将自己的脑袋 砰 往墙头上撞了上去 这把扇子随他落到了地上 头上的鲜血 滴滴答答 滴落在这桃花扇上 滴滴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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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图 虾卷子 装饰 卫图 一丝谱 学子也不不 金师傅 于老爹 怎么样啊 你要什么头啊你 手道擒来 太好了 真的啊 真是我祖师爷磕的这块 老天保佑 这块杯啊 总算是保住了 这下你心里踏实了吧 两位师傅 赶紧把杯装车吧 大先生和前姑娘一来 我们就走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下面 有请尊敬的九雁王殿下 为寒山寺师碑揭幕 鼓掌 不停 还有 云大, 美国 真的不停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朋友 不停 前往殿下 有什么问题吗 这块石碑是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 你仔细看 你有伤脚 有划痕 而这一块却完好无损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块碑 那一块才是真的 请稍等 荆元法师 请你告诉我 这块石碑是真的还是烟瓶 司令官阁下 你方才不是说这是天意吗 天意如此啊 荆元法师 你太放肆了 真的石碑 究竟在哪里 荆元王 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这封桥叶伯碑乃我寒山寺至宝 也是苏州城的荣耀 岂能犹如当年的唐忠一样 再被你们日本人掳去 派给亚鲁 你信不信 你不交出石碑 我就一把火 烧了你们的孩子 死 阿弥陀佛 九燕王不必如此兴师动众 此事盖由贫僧一人所为 与本寺僧众无关 请放过众人 贫僧 愿以命向敌 可恶 那我就成全你 听说有道高僧 分化之后 军得舍利 那本王爷 倒真想见识见识 你们 快了 卡塞尔优异 大哥 赶紧撤赶紧撤 那块被船帮了 日本人很可能会查到这里来 阿元呢 阿元 别胡思乱想了 你迟早是我的人 还有 我这样做是逼不得已 如果我不把你关在这里 你十有八九 会给那个幸运的跑了 快 来 走 坏了 阿元看他被无人关靠不住了 那 那这该如何是好啊 大约长 老道 你们押车先走 我去跟来 于老弟 擦枪不醒 接着 难得你大放一会儿 给我看好了 司令官阁下 这场面太残忍了 我还是在车上等你们吧 清王殿下 司令官阁下 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 警员发誓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那块石碑在哪里 人世间有贪嗔痴三恶 阁下居然一应俱全 贫僧奉劝阁下 放下屠刀弃恶从山 唯如此方能免造六道轮回之苦 大师 这你就不必多虑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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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不能去啊 不可啊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尽 长空长命 为师以身护法 此乃圆满的大功德 你们又何必悲哀 宝质 小鬼子要干什么呀 等等 我还有话 赶紧到万字码头去找新花嫂 那你呢 我 我开枪引开鬼子 然后再想办法脱身 猫有九条命 我有十条 放心吧 哎呀 快走吧 再不动 救援大师变舍利了 那你一定要小心 还有 你还没跟我爹讲正事呢 冲你这句话 我一定活着回去见殿 荆元大师 不知这把大火之后 你这个大和尚 是上了天堂 还是下了地狱 即日寒山问时德 世间欺我傍我 辱我笑我 轻我贱我 恶我骗我 如何处置乎 时德云 只是忍他让他 由他逼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点火吧 都睁 都睁 别打 不要抢乱 立刻送秦某去医院 老道的枪使得不顺手啊 渡边 马上去抓奔凶手 是 小车阁长 在 封锁整个汉山寺 如果渡边失手 渡边派查 务必生气凶手 是 金子小姐 你追王玉刺了 胸子还在附近 你赶紧上车吧 走 别动 会说中国话吗 你是于沈阳 你这个女鬼子见识还挺多的呀 还知道我呢 那就别废话了 赶紧把车钥匙给我 我是金钗 你还金元宝呢 车钥匙 你们电话是229 长官叫曾楚南 联络点在裁缝铺 你就是我们的情报员 听着 日本人已经把陆锋死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跟着我们的车出去 我是这样想的呀 但你不能坐在这里啊 那 那我坐哪里啊 干什么呀 这里啊 行啊 能躺着就不坐着 听着 我要见你们的曾长官 他 他在阳州湖呢 什么时候回来 你坐在哪 拍摇 表演员 拍摇 说个 今天的演员里面 一定有歹徒的同胆 那么 会是谁呢 我 我不想的 我问你了吗 吴队长 你的未婚妻去哪里了 他 脱跑了 真是无能到了极点 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中 看来苏州治安队 完全不需要你这样的笨蛋 你还是跟你的那个下属一样 去守狮子口监狱吧 是 涛队长 在 你请来的那位大先生呢 他 他 他 你不用说了 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 马上给我下令 把他捉拿归案 是 我 我立刻去办 我 我 我 你不认识你 我 我 你不认识你 我 你不认识你 曾楚南什么时候回来 不晓得啊 有办法联系上吗 那只能去阳城湖找他去了 那好 现在你有一个新的任务 就是把我送到阳城湖去 你去阳城湖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谁跟你开玩笑了 日本人正在调兵前将 马上就要开战 有很多重要的情报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那这样 我们现在就去 现在不行 今天晚上吧 揪燕王他 是血过多 颓背打断了 我担心他 整个后半项都要 使用怪账了 天哪 我回国的事情 您要我和旧燕王直接说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天又不测风云 谁又能为不先知 这样一来 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司令鬼可想 南京几店 天军流到南京了 我去跟他通个电话 我去跟他通个电话 至于你回国的事 我们以后再说吧 小次郎 在 你去和司机说一声 八点钟送我去火车站 好的 对 对了 你去厨房帮我弄点吃的 我有一些饿了 是 你到了 怎么还在鬼子的地盘啊 先吃点东西吧 听着 晚上八点出发 到时候你还藏在这里 还藏在这里啊 等车出了领事馆大门 我想办法让司机熄火 到时候你找机会下车 在火车站的后车大厅等我 听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车子一动再停下来 我就能出来了 明白 代表人好 待了 八点钟 八点 我若入海中 十岁浪花浮海绵 我若去山上 十岁浪花浮海绵 深姿凋零 摩叶草 司令官 您这是怎么了 是亲子小姐 来得正好 坐坐坐 我们一起喝两杯 哈哈哈哈 医生不是不让您喝酒吗 别想得话要心 但是不客气安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本应已经做出决定 取消花浮方便军饭号 十岁华中派前军司令部 并未派前军六来南京 辅佐我之回 马上 牵子 您能体会 这其中的意味吗 其实 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至少 您可以多休息休息了 你真是 幼稚啊 说是来辅助我指挥 其实就是来监督我 制约我 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时候 随时取代我的 如果我制定的攻打 武汉的计划成功了 那就是他天军流合大本营的功劳 如果失败了 我会被立刻接出军职 滚回东京 受到军阀辞职 甚至会成为这段历史的铁罪啊 亲子小姐 我怎么在这背后 看到了朝相公九眼王的影子 啊 你以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亲王 你以为 他不会因为没有得到那块石碑 还被打断了腿 而不怀恨在心 来报复我们 来报复我们 但是 越是这样 越能激起我强烈的求生欲望 你以为是 啊 司令官 司令官 你还是少喝一点吧 嗯 骱泽 雪儿 把你的钱拿来 就在这里 给我待一起 对不起司令官阁下 恐怕时间 不够了 我要坐今晚的火车回上海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让我简直心烦意乱 不是有一句话吗 叫眼不见为敬 所以 我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火热 入海中 十岁浪花 浮海面 我若去山下 身子凋理 莫叶草 尹尹 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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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能走 你是我的女人 孙女儿 您先坐下心一些 我去给您倒点热水 你要留下 你救命啊 你不能走 骞子 骞子 听到我说话了吗 骞子 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骞子